日月光滑 淡赴旦夕 不学而赌制 切问而尽思 百年历程 复旦大学已经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高等学府 为国家 为上海 培养了一大批国之栋梁 为民族振兴 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积淀百年 生意盎然 交融寻术人文的底蕴芳华 我们屹立东方 寻食欲试 驰骋中国金融的波澜壮阔 我们立足国际金融视野 服务国家金融战略 塑造顶级金融人才 成就定级金融智库 与全球金融的时代变革中 长风破浪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是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管理模式 和标准创办 致力于高端金融人才教育和高端金融智库研究的国际化商学院 40年的改革开放 改变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 金融如果发展好的话 可以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弄化剂 但是如果金融出了问题的话 也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金融的改革发展 可圈可点的成绩很多 但同时作为整体还落后于实体经济部门 居民的储蓄和资本的分配 还不总是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 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的问题 这正给实践与学术研究提出了求解之谣 金融的发展 民族的复兴 需要一大批具有全局视野 国际化思维模式 国际化运行能力的商业领袖与决策者 也需要一个具有国际化语权的顶级智库 这正是复旦大学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成立的意义 学院将在全球范围租建一支 百余人规模的顶级师资团队 其中资深教授全部获得国际一流商学院 终身教职 并且在金融经济学科各个领域 担任学科带头人 博文古今学贯中西 来自各大国际组织 政府机关和企业机构高管团队的实践教授 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 更将身体力行传授学员金融实务 助力学员知行一体 卓越至善 学院精英金融专业硕士项目 金融MBA项目 金融EMBA项目 高层管理教育项目 现已全面启动运营 金融DBA项目 金融学博士 本科 以及海外合作双学位项目 也将于近期正式推出 进而创建全国最为完整的高端金融教育产品序列 学院力争建设成为 占据全球金融学科制高点 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能够切实回答并解决金融行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国家 地方 企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 献计献利在真正国际化在世界顶级金融学院 中国不乏优秀的商学院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到底能为商学院赋予怎样全新的内涵与价值呢 对于这个问题 在学院筹建初期 当我收到母校复旦大学召唤的时候 心里有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立足本土 放眼国籍 更好地让中国金融体系与国际体系对接 更好地融入和引领 创造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这些年我在美国学习 任教 工作 亲身接触了最前沿的金融理论 顶级的金融智库 和最佳的金融机构 2013年 全职回国 从事金融的科研与教学 心中的答案更加地清晰 中国的金融需要崛起 一定要在扎根本土的前提条件下 融入更多的国际化的养分 我们希望通过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世界一流的教学项目和高端人才培养 以及世界一流的智库研究和社会影响力 把我们的学员和学生铸造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与到广阔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当中 在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广阔疆域中 成为见证者 参与者和营养者 进而报效祖国 铸就中国金融的下一个40年的辉煌 这就是你来到复旦大学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理由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并成就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自己 2018年 是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的改革开放 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影响了世界 书写了一曲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传奇 放眼未来 金融的征途从非坦大 我们深知自己的前途所向 任重道远 我们必将一如既往 坚守卓越 责任 创新的办学初心 不如使命 不负所托 奋斗不息 铸就中国金融下一个40年的辉煌 金融将界之极 亦滥 泛海 无遗 复旦大学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